歡迎收看東京走著橋 我是維恩 本系列的影片要來簡介東京的各個區域 介紹他們的位置、特色 以及推薦的美食等等 本集要介紹的區域是殿和月島 這次的區域簡介 會把這兩個地方放在一起介紹 是因為它們不但一樣充滿了懷舊風情 也就是日文中的夏挺風情 兩個地區也是井井的相鄰 很適合散步遊玩 這兩個地區都會在東京都的中央區 是中央區的兩個亭的名稱 行津此處的交通路線 是東京地下鐵的遊樂町線 以及都營大江戶線 建議做到月島站出來 再往店的方向散步過去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挑出訂閱的方案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來到月島最主要就是要吃文字燒啦 文字燒與大阪燒、廣島燒齊名 是東京的特產 做法是先將配料的蔬菜、肉片、海鮮等下鍋翻炒 把炒好的料弄成甜甜圈形狀 再將混好的麵糊倒入中間 加入醬之後與麵糊攪拌均勻 最後把麵糊跟料混在一起攤平就完成啦 在這條月島的西仲通商店街 就有超過70家的文字燒可以選擇 都是當地排名前三的店家喔 在店這個地方有兩間特色的寺廟 第一間是駐吉神社 位在店的巷弄之中 店島是當時江戶港的入口 因此以漁民為首的許多百姓 將其作為保佑海上安全 和航行安全的守護神來信仰 這個傳統一直流傳至今 另外 神社境內有很多被指定為區的重要文化財產 距離駐吉神社 走路約5分鐘 還有一個隱藏在小巷中的佛寺 殿天台地藏尊 祭祀的地藏菩薩 相傳從江戶時代 就一直守護著當地的兒童 還伴隨著一棵樹林超過300年的銀杏樹 就長生在民宅中 可以安靜的到此一訪 除了夏亭風情以及文字燒之外 位在漁田川出海口的石川島公園 也是位在店的散步好去處 從駐吉神社沿著岸邊散步 大約15分鐘就可以繞完半個店的邊界 沿路都是公園的區域 有植物以及座位區可以休息 也可以停下來看向另一頭的城市風情 最後除了剛剛介紹過的文字燒之外 月島這裡也有兩家不錯的燒肉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